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大小小的一群猴子 整天是吃喝玩乐 不知道有多快活 西游记是神话 花果山估计也是虚构的 不过 现实当中还真有一个跟花果山差不多的地方 在哪儿啊 那就是这儿 海南省陵水县的南湾岛 南湾岛四面环海 各种热带植物是郁郁葱葱 当然了 南湾岛最出名的还不是它美丽的风景 而是岛上生活着近两千只野生猕猴 这里的猴子比其他地方的同类活得那可是开心多了 不但吃可有人管 甚至还有专用的游乐场和运动场 哈哈 我们天生会游泳 潜水哪更是小菜一碟 跳水也可以 哎呦 抱歉 抱歉 人一多 俺心情就激动 水花没压好 怎么样 他们比花果山那群猴子还快活吧 可是南湾岛的猴子却认为 你们看到的都是表象 我们这可是在上班 跟你们人类一样 朝九晚五 不啊 还得多干一个半小时 我跟你说 辛苦着呢 别看咱这些猴子大腕们个个都身怀绝技 我们却都是十分守规矩的 每天早上八点上班 晚上五点半下班 风雨无阻 从不耍大盘 小米你也看出来了啊 感情猴子们是在表演啊 没错 不过跟咱们以前在大街小巷看到的耍猴表演不一样 这些猴子只要下了班 那就自由了 他们可以回到树林里边爱干嘛干嘛 不过第二天到了上班时间 猴子们又得回到单位 各司其职 接着干自己的工作 营兵队的兄弟们 上班了 上班了 咱们兄弟可都是猴岛的形象代表 各顶各是百里挑衣筛选出来的 不仅个个长得帅啊 还都是大眼睛双眼皮 咱们管吃管住 享受的是公务员的待遇 不过咱们都只能坚持一分钟 您还别不满意 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喂 那边呢 别四处看了 说你呢 下班了下班了 拜拜了 OK 拜拜了 上班一样是吧 对对对 他怎么就八点钟来 晚上五点钟走呢 众所周知 猴子呢是最不服管的动物 不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就不错了 再说他们一不识字 二不通人语 规章制度对他们估计也不起作用 人们是怎么让他们老老实实的 按点上下班的呢 岛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全是猴王的功劳 不过这个猴王啊 他不是只猴子 而是一个人 这位就是南湾岛的猴王 匡三星 每天早上八点整 匡三星呢 就会来到山脚下 通知轮到今天上班的猴子们 赶紧出来即可 您好 请问是邝老师吗 邝老师 您好 邝老师 您好 您在这个孝子真的能够控制山上的猴子吗 对啊 你像我现在 目前的时候 下山每天有四群猴子 在这哨音都不一样 四群猴子 四种不投的孝子 控制它们 那么可以同时给我们吹一下吗 吹的 万一一吹都来了 和群之间的容易打架会经常在一起打架 大家都争取的嘛 那你能不能小声的给我们演示一下在四周上上 这个没问题 你能给我吹一下四周都是哪四周 这是一场 只会在这边这一群猴子 这是又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一种 第一种的 我听说了 这个就是控制我们今天这群猴子的 他能听到您这哨子的猴子就肯定下来 但是我现在这里没有看到猴子呢 在山上望 你看 那边的树在动一动 你看 哦 在那里 果然 几声哨音刚落一群猴子 就争先恐后地从林子深处窜了出来 来到邝三星的身边 现在是我想让它来路来 想让它走路走 不是说它想走路走 我不让它走它都不能走 哨到哪 猴到哪 哨到哪 猴到哪 就这么厉害 来来来来来 有一只小猴 就这只小猴跟着我 看到了吗 就它跟着我 来来来来来 来呀 我彻底失败了 那么邝三星这位猴王 是怎么让原本桀骜不驯的野猴子 变成老老 咱们见识了南丸岛猴王 邝三星的神奇本领 只要几声口哨 密林里的野猴子就会乖乖地到他这来报道上班 他这个本事是怎么来的呀 下面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猴王 邝三星是河南新野人 有的观众可能知道 新野啊 过去是咱们国家著名的猴系之乡 有着几百年驯猴耍猴的传统 而邝家呢 更是好几代都以耍猴为生 可是后来啊 猴猴成了国家保护动物 人们的娱乐活动呢又越来越丰富 那种走村串向简单耍猴的表演呢 也就没人看了 邝三星从小学到的一身训猴的本领 那就成了屠龙记了 失去了用武之地 直到2000年的时候 南丸岛搞旅游开发 想把这个猴猴资源呢也利用起来 在朋友的推荐之下 邝三星来到了南丸岛 那该怎么利用呢 这对他来说呢还真是一个新课题 新野人耍猴 过去都是从产猴区买猎人捕获的小猴子 然后关在笼子里边慢慢的驯化 可是南丸岛 本来就是一个猴猴保护区 这里的野生猴子 你既不能抓也不能关 他根本就接近不了 你怎么利用啊 想来想去 邝三星决定从猴子好吃这一点上做文章 他每天提前啊 这个拿着各种猴子爱吃的食物 在各个猴群出没的地点呢转悠 一发现猴群的身影 他就开始扔吃的 今天娶我的饭店 我不务力他 明天娶我饭店 他都放了东西 哎 屋里他放东西容量上他吃不完 今天吃不完 他今天晚上的 我都不走了 等他快吃完那时间 我上去 上去我都对你说 我说我也不看他 猴子很聪明啊 慢慢的他们知道啊 邝三星对他们是没有恶意的 而且一来就有好东西吃 到后来只要他一露面 猴子们就会主动凑到邝三星身边了啊 这个时候 邝三星就开始使出了第二招 拿了个哨子 吹完以后再撒点东西 再放点东西 边抽又边走 我再走 但是我走就他看不到 他自然而然地会下来吃这样的 也是反反复复 三到五年训练一群猴子 一段时间之后 只要一听到特定的哨子声 不同的猴群就知道 打牙记的时候到了 不管有没有看到邝三星 他们都会朝着哨子响的地方 飞奔而去 就这样 邝三星终于是跟猴子们打成了一片 成了他们眼睛里边仗义诗诗的大哥 接下来邝三星又从猴群里挑了一些 健康聪明的小猴子 暂时地控制了起来 作为自己的培养对象 进一步培养感情 第一个先跟他沟通嘛 他是这样 你先摸 摸他以后 他跟你熟悉了 他认识你以后 他才能 才能好像意思 给你跟 才能让你摸 要不然 刚开始抓回来以后 你没有熟悉嘛 他会上来 好像给你吃牙咧 我们怎么叫他小不定 都是小小的 还没起名字呢 爬下去 走 好 来吧 现在这样都是 去一下 我就给他来 我坐在我这个腿上面 跟他玩一会儿 真的这小猴子和我 和我的小孩还要交的 我的小孩有段时间 我还 小猴子小了 我又不想打他 有段时间 我也是只是拿鞭子 吓他一下 我像他生气了 有的时候也很少打他 不过说 每天我要吃东西 我说有什么好吃的 就先进他们吃 每天做出来 那又那好吃的 水果什么东西 都是给他 先给那小猴子先吃 你亲了之后 会有什么表现呢 怎样能表现 他猴子已经跟你很亲了 现在都像他 他不过现在 他一看见我吧 不管我从哪里走过来 他要是肚子饿了 什么时候我都知道的 他肚子一饿 他就叫他声音笔 他要磕 他叫他要是想吃的话 他会嗷嗷嗷叫我 他也不会说话 他就嗷嗷 如果他要喝 他要喝水的时间 他用另外一种声音 嗷的声音不一样 我知道他是磕 是肚子饿 都能听得懂 等感情培养的差不多了 人猴之间已经相互有了默契的时候 训猴工作就进入到了下一个环节 让猴子学艺 做这项工作的除了邝三星自己之外呢 还有他的三个兄弟 你们四个全都会训猴吗 都会 猴子学艺那也分几步 第一步 相当于人类念小学 咱们上小学呢 练的是听说读写 算之类的最基本的能力 而猴子们呢 练的是听口令 做动作 这些基本功 先练的基础动作 你看说 走场子 站队呀 排队 排队下火转 起不走 趴下 这是基础动作 基础动作训完之后了 咱们下来不都看他那个 好像说 他的反应怎么样 然后根据他那个 有个习信 他说 平时这个爱好 然后再给他配备什么角色 但是我就是说 目前来说 我必须得把这个基础动作搞好 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然后再回走 回趴 这基础动作再会 你站好了吗 转 手 爬呀 哪去 放他头上 两个手 他怎么就能听得懂你说话呢 时间长了 时间长了 但是好像说 他自然都会调印凡事 到那个动作 他那时候拿了东西 你一开始 拿起来 拿起来 刚开始是我的手拿着的 让他拿 首先让他会拿东西 拿着 这样 一般来说 经过五六个月的训练 猴子们就可以 根据训猴师的指令 完成基本动作了 这个时候 邝三星又会按照 每只猴子的特长 给他们分专业 进一步的深造 比如说 身体强壮的 动作协调的猴子 就会被分去搞体育 搞杂技 不怕水的 那就去学游泳 练跳水 而那些 喜欢跟人打交道 颜值又高的猴子 自然是混娱乐圈 去演小品 快个站起来 坐下 猫猫站起来 没听见哪你 一句鼓 紧紧独立 你说我不教训 你行啊 站过来 你还给我蹦啊你 想干嘛呢 像那个小品 大概训练多久 才能训练成 现在你要一场表演 你要单纯一场 那比这老的单小的 你要专门搞一场 两年都搞不出来 必须从从老到小 开始都得配套 有大流小的 开始小的往上前 逐步逐步的 干嘛呢 放人 喂喂喂 猴子们虽然聪明 可毕竟不是人呢 所以哥在人身上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 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够让猴子学会 不过一学会啊 表演效果那就是格外的好 分步骤的训练 分解动作 然后的组合了之后 他就上台表演 你先训练他 怎么分不住训 比如说拿刀这个对着你 他分几步 你会训练 然后走过来 然后走过来 第二步走过来 他把衣服脱了 你看又开始了 来 干嘛 来 这是先让我他去拿 拿了之后 我给他一调一段凡事 他过来了 我头一点 头点一下 过来了 过来了头的往上一扬 他知道他把刀举起来了 接下来 就是你一点头 他就要拿刀 你一扬头 他就要举刀 但是这个每一步的训练 是不是就是很那个的 很漫长 这很漫长的 在活动时间 活动时候 刺激他 他对他看到我的头 他都知道干嘛 我头底下的干嘛 头前下的干嘛 反复刺激他 时间长了 自然而然就成功了 就这样 花了五六年的功夫 邝三星和他的团队 终于把南湾岛上的 这群野生猕猴 变成了招之急来 来了还能干活 能表演的 上班猴 明星猴 成了南湾岛旅游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训练和表演的时候呢 邝三星就像是老板对员工一样 对猴子们很严厉 不过一下班啊 老板就变成了保姆了 亲手给猴子们喂食啊 洗澡啊 把辛苦了一天的下属们 伺候的那是舒舒服服的 哦对了 这些猴子啊 只要干上个两三年 那就可以退休了 邝三星啊 会另找年轻的员工 而这些退休的成年猴呢 就可以不愁吃喝的 彻底回归自然 干自己想干的事 好了 南湾岛的猴子 咱们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 咱们再去认识一群上班的动物 人家的职业生涯 哎呦 过得可就没有人 咱们脑子里首先浮现的 肯定是高大威猛的狼狗 比如说德国牧羊犬什么的啊 也是 这个狼狗的嗅觉灵敏 性情凶狠 别说能够帮着警察 追踪和攻击了 就是啥也不干 就那个凶悍的样子 也能够震慑住坏人 可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警犬基地 记者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情形 看出不对的地方来了吗 没错 这儿啊 你几乎看不到 咱们刚刚说的大狼狗 这里的警犬呢 既不威猛 也不凶悍 要不是训犬师都穿着警服啊 你一定以为是来到了某个小区的宠物广场呢 金毛 拉不拉多 史兵阁 一听到这些犬种的名字 熟悉宠物犬的观众啊 更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了 比如说这条名字叫做卡普的英国 这个史兵阁犬 体型的又瘦又瘦又小 看起来甚至有点营养不良 就这样一条狗 它也是警犬吗 这条名叫甜甜的金毛 狗如其名 不但长得漂亮 还会做算术题呢 这句 好 这句 好 像这样又听话又聪明的狗啊 养在家里当宠物呢 肯定是让主人非常开心的 可是用来当警犬几个意思嘛 能对付坏人吗 是吧 难不成专门养来给战士们斗乐子的啊 算了 我也不卖关子了啊 直接公布答案嘛 告诉你 这里呢 不是这公安机关的警犬基地 而是消防队的警犬基地 我们知道啊 消防战士除了灭火 还担负着各种突发情况的救援工作 而消防队的警犬 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搜救犬 他们的主要工作啊 不是抓坏人 而是救好人 这个工作啊 要的不是威猛凶悍 而是另一种素质 他首先得要四肢比较健全 他没有这个疾病史 他必须有一种情绪的仗有欲 那么这种仗有欲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我们通过这段时间的一些训练呢 你们也看得到 他对那种球啊 他球就是他最心爱的玩具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讲他必须对这个东西产生足够的兴奋度 第四个呢 就是讲他必须兴奋 当然了 一条合格的搜救犬呢 也不是天生的 想当初啊 这些狗狗都是普通的小宠物犬 因为种种机缘 他们走进了军营 从此踏上了一条艰苦的职业道路 刚入伍的时候啊 小狗们的日子呢 还是挺舒服的 训犬师们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 好好培养感情 他刚开始听你的梦 刚开始也不听 见了我就跑 太怕 就是我刚带的时候 进他的犬龙 他见了我就跑 就像见了陌生人 就太怕那种感觉 那段时间呢 训犬师给小狗们好吃好喝 洗澡啊 梳头啊 把他们伺候得舒舒服服 不用说 感情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这个时候 那是狗想服务 人受罪 为什么你用水一冲 那狗就在里面跑 后面那个死啊 尿啊 到处飞 就形成一种很臭的味道 或者是狗久了 它不洗澡 还有狗它这样的那种 身体的那种气味啊 都是一种有一种臭味 就是我们训练下来的话 身上基本上 没有自己的味道 几乎都是狗的 那个口水的味道啊 或者狗身体上的气味啊 毛什么的都沾满了一身 他没到跟前 他就跳啊叫啊 就是对主人那种依赖 就是表现出来了已经 他培养感情 一是为了在训练场上 能更好的训练他 让他对你没有恐惧 再一个就是 如果真的出警的话 能就是什么 能更好的命令他 可接下来狗哥们的苦日子 可就到了 在部队狗跟人一样 得接受各种严格 甚至是严酷的训练 没有特殊待遇 第一个训练科目呢 就是服从训练 练到只要主人一声令下 甭管什么情况搜救权 都得不折不扣地完成 狗听不懂人话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只有一遍一遍地练起 在狗的脑子里边 建立条件反射 这个过程啊 狗要吃苦 人也要吃苦 这是怎么咬到了呢 其实我们训练的 手拿球是吧 他在这边这样跑进来 我们如果手不成 绳子把绳子放了 我们把球完全变得 他就跳过来了 然后就老了 服从训练完成之后 就进入到了 更加艰苦的体能 和专业技能训练 根据搜救工作的要求 搜救犬呢 要掌握爬云梯 走钢丝 穿越障碍 寻找生命迹象等等 十多项技能 这个是叫走钢丝训练 走钢丝 对 这项训练呢 就需要这个犬子 有较好的一个平衡能力 我们训练一下就是 通过不断地鼓励 不断地强化 这个犬子 这个时候它很害怕 它比较害怕 需要你鼓励它 慢慢地慢慢地 不要急 让它慢慢地 慢慢地稳住 稳住 慢慢一点也能够 这样通过这个 不断反复地训练 就增强了这个犬子的 胆量跟勇气了 那么在有些科学场面 就要过这个墙啊 或者一些 一些狭窄的一些道路啊 那么平常如果 不加以训练的话 一旦碰到这样的情况 犬子肯定就 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即使经过训练 马尸前提 狗尸前提的情况 还是会时有发生 这个时候 训犬师就得用各种办法 帮助搜救犬 消除恐惧心理 继续训练 以做到万无一失 除了咱们看到的这些呢 搜救犬还必须通过 严格训练 克服恐高 怕火等等动物的天性 不能达标的 那就被淘汰了 而达标的呢 就进入到了最后 也就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灾害模拟现场训练 这个时候 基地会真材实料地 模拟出火灾 地震 爆炸等等 各种各样的灾难现场 让搜救犬按照指令 寻找生命迹象 进行各种搜救 虽然是训练 可是狗狗们稍有不慎 就会发生各种危险 比如卡普 在一次训练当中啊 就险些丢掉了一条腿 新年的时候突然间 快要到那个目标的时候 突然间就是一根钢筋 把它划断 当时我们都没看见 但是到之后呢 我们看到那里有滴的血 当时我们就感觉 这条狗飞了 因为这条狗的弹力特别好 也比较灵活 当时第一感觉是 哎呀脚筋断了 又能飞了 整个人发懵了 马上跑过去把他抱住 心通圈 听到这个消息 眼泪直接就下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训犬师耿兴舟 几乎是天天抱着卡普 给他换药喂食 伤口拆线之后呢 又天天领着狗做康复训练 最后卡普啊 居然奇迹般的完全康复 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每天我们训练的时候 不光是他 给我也带了很多快乐 每天陪着他呢 自己感觉到也比较充实 就感觉到我离开他的狗 就觉得自己生活 好像一片空气一样 也死不得 我对待行为 就是应该我姓的狗 如果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真正救到人民 真正的是说当兵啊 就是真正的救到人民啊 也是为百姓服务啊 应该是 那是 训犬师和警犬 多年的努力 当然不会白费 拿湖南消防总队的 这十多条搜救权来说 就在多次的突发事故中 有着出色的表现 比如说去年的一个凌晨 湖南某地的一家鞭炮厂 发生爆炸事故 整个厂房全部都坍塌了 多名工人被埋在一片瓦里之中 下落不明 危急关头 卡普等三条搜救权 没等大火完全熄灭 就一头冲进了废墟 按照搜救权的提示 消防战士挖开废墟 终于找到了 奄奄一息的被埋的工人 从生死线上 抢回了三条人命 挖出了 就在那里 找到的人 就在那附近 山群尸体都已经找到了 今天的故事呢 让咱们见识了两种职业动物的风采 混娱乐圈的猴子 参军入伍的搜救权 动物们的工作性质虽然不同 但是通过刻苦的训练和工作 一个给我们带来了笑声 一个保障着我们的安全 这样的劳动者 我想同样值得我们尊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